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苦瓜别再只会吵着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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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切好同样放到入木碗里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再来一根胡萝卜切成薄片 把它们放到盘子里摆放整齐 在给调好的肉馅里加入两勺淀粉 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 要是觉得淀粉少了 要是觉得淀粉少了就再加一点 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到这样就好了 戴上手套取出一小团限量 再手心团成丸子 这样一个丸子就做好了 把做好的丸子放到胡萝卜片上 一个一个一个摆放整齐 做好放进蒸锅 盖上锅盖中火蒸15分钟 小碗里加入两勺生抽 再加一勺淀粉搅拌均匀 再加一勺淀粉搅拌均匀 把出来的水倒进料汁里 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提前切好的蒜末小米辣 爆出香味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继续炒至浓稠 炒到这样就可以了 把炒好的料汁淋到丸子上 再撒一点葱花 这样一道香气四溢的苦瓜丸子就完成了 软糯咸香 光是看着都让人忍不住要流口水了 学会了就快去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